有沒有計程車 小心 小心 一個沒注意摔倒在地 她是韓國籍竊賊召准機的女友 李姓女子 被依藏匿人犯罪 移送北檢復訓 最後警察官將她一陣人無法請回 搭上計程車前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 幾乎依偎在髮型身上 來 測試 OK 她真的毫不知情嗎 哪有在台灣行界 民主黨中央黨部還到處躲藏 嫌犯就是她 她就是趙准機 警方以竊案還有非法入侵 將人移送北檢復訓 而警方為了抓這兩個人 罕見封山和情侶鬥智 李姓女子年僅27歲 是趙准機的女友 身穿一身白色漏肩長洋裝 短髮塞到耳後 走起路來扭腰擺臀 長相甜美 氣質出眾 8月4號下午 從韓國飛到台灣 出現在蘆洲這間旅館 協助男友脫逃 因為她的愛人 1號上午偷了民進黨 3號入住萬華一間酒店 待不到2小時 立刻轉往蘆洲 4號和女友會合 5號兩人入住 烏來高檔溫泉會館 6號凌晨2點 警方掌握線報 4點開警車到飯店 但被趙准機發現 她拋下女友自己跑 凌晨5點多她累了 還到超商買飲料 付錢時連找的錢 都不拿就離開 讓店員留下深刻印象 警方封山七小時 拖帶嫌犯情侶黨 但爭辦竊案 這樣會不會太大費周章 說那以後 我是不是家裡拖欺 被封九萬我也可以叫 那個刑事局 然後刑事行大 心電全部都來幫我辦這個案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這次刑事局 聯合心電分局警方 為了民進黨黨部的失誡九萬元 大規模封山歹人 不僅讓民眾質疑 如此大動作 似乎不合乎比例原則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在記者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